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参加的同时也在找属灵的家教会 那时候小儿子还很小 记得我去的第一间教会 他们没有主持学 我总是带着他坐在教会大厅的后排 靠近门口的地方 为了找合适的教会 2015年我们来到了华人回母经历堂 这里没有高大宏伟的外表 也没有福利堂皇的内饰 不起眼的角落 普普通通的建筑 但是这里的每一个人的脸上 都洋溢着真诚的微笑 笑容中让人感受到 他们内心的喜乐 满足和平安 今年是华人公母经历堂 成立30周年 在这里我也度过了 七年的时光 回顾过往 所见所闻呢 很多感人的事情 所闻的有代牧师和代师母 年轻时就蒙召离开美国的家人朋友 去异国他乡尽全职的师父 还有就是华人公母经历堂 从屋到有 从小到大 代牧师和代师母 黑莲姐等一手创立发展起来 还有就是教会中有年轻人 在这里相识相知 到相爱走到一起的浪漫故事 所闻的呢 令我感动的事情更是数不胜数 比如说每天早晨 总会有教会中的弟兄 为我们预备的领粮早餐 还有就是周日来到教会 人口接待的电脑音响 主持学 翻译主持 私勤 师班等等等等 都早就各就各位了 他们因着对上帝的爱 对教会的爱 常年的默默的在侍奉 要知道做一件事容易 常年冷月的做一件事 却非常的不容易 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 感人的事也非常多 几年前有两位姐妹 我带她来到我们教会 他们就非常喜欢代牧师的讲道 就问我说 那可不可以让代牧师 来我家带领茶经啊 代牧师是住在Richmond的 然后来我们温哥华西区 我家呢有三十多公里 而且就我们三个人 我觉得就为了三个人 跑这么远的路 这个要求有点太过分了 但是他们呢 非常的渴望 就说哎呀 你就尽管问一下吧 不行也没关系 没想到我跟代牧师 一提呢 他就毫不犹豫的 满口答应下来 从这以后呢 代牧师和代师母 总是在固定的时间 准时来我家 带领我们祷告 茶经学习 望着他们 踏着夜色 离去的车的背影 哎呀我的内心 就是说不出的感动 如今两个姐妹 已经回流了 但是每每提起这件事 内心总会涌动 一股暖流 华人顾目经理堂 是我小儿子 唯一最初愿意来的 一个间教会 从愿意来到喜欢来 到现在在美国上学 盼着放假 回来 能回来 能过来 这其中的变化 如主义学的老师啊 还有他的小伙伴啊 你们中间的每个人 对他的爱和付出 无不相关 这里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一起学习圣经 玩耍 野餐 还有滑雪 参加毕业典礼等等 哎呀 尽管现在不能经常见面 但是他们现在还是通过网络 互动非常多 也给了他很多的关心和鼓励 前两天 三妈姐妹就跟我说 哎呀 儿子生病了 现在怎么样了 我说 哎呀 你怎么知道了 就是感冒发烧 没什么大事啊 她说 是我女儿跟我说的 女儿还说呀 哎呀 她妈妈不在身边 该多着急啊 哎呀 我就想 哎呀 小小的年纪 也不但为朋友的身体健康担心 还体恤她的家人 我就觉得呀 这是多好的孩子呀 所以就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约爱医书》四章期节说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因为爱是从神而来的 凡是有爱心的 都是由神而生 并且认识神 约翰福音十五章 十二节也说 你们要彼此相爱 像我爱你们一样 这就是我的命令 因着你们的爱 儿子爱上了我们的教会 并且愿意跟随我们的主 七月底 他回美国返校的最后一个周末 就是跟自己的发小一起收习归主 让我非常的感恩和欣慰 我在教会中的灵命也得到了成长 以前看到有些牧师啊 或者是弟兄姐妹啊 有些不太好的行为啊 自己的信仰也会跟着起起伏伏 对上帝的信心不足 或者说就是疑惑嘛 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啊 等等等等 现在就是懂得 万事互相效力 人没有完美的 我们的主耶稣是完美的 每个人在你生命中出现的人 都是有原因的 都有使命 你喜欢的人 他给的温暖和勇气 让你学会了爱和自持 不喜欢的人呢 就教会了你宽容和尊重 这些人的出现 都有上帝的美意 一幅所书一章九节 就说都是照着他所预定的美意 教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看到弟兄姐妹 大家都在服侍教会 我自己也非常的感动 也加入了我们的师班 我的感受就是 看虽然我在付出 其实我收获远比我付出的 要多的多 诗篇三十六篇九节说 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 在你的光中 我们必得见光 我们的主耶稣 他就是爱 他就是世上的光 代牧师 代师母 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你们的这些爱的展现 就如同一束束光 点燃照亮了每个人的内心 以生命影响生命 我们就看到教会的年轻人 如此的火热 如此的相爱 让我们也看到 仿佛看到了教会的未来 在此呢 我衷心的祝福 我们华人婚母经礼堂 也衷心祝福 每一个定秀姐妹 愿上帝的爱与祝福 与我们同在 谢谢大家 我华人婚母经礼堂 我华人 你又会以为 我华人婚母经礼堂 我华人都生命了 我华人 你真的有心 我华人